同学们好,下面进入13章的第二节 财务报表审计中对法律法规的考虑 这个两节的名称有很大区别 这个第一节是对舞弊的责任 就是你没说让你都查出来 但是我法律法规的规定你得做到 你要尽到你的责任 按照我审计准则的要求 那么第二节是违反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 这个是要求制作怪事加以考虑而不是责任 所以轻重缓急的话审计分得很清楚 这一节的考评也没有上节高 考评是60%但也不低了 先看关于法律法规这一部分的框架结构 他讲些什么 由于这部分内容讲得不深 就讲这么点别的地方也不提 所以孤零零的也没有什么参考 所以理解起来总觉得有点生疏感 不是那么太好理解的 其他的内容这一章讲一讲没懂 下一章可能还要讲 反反复复会提到 这个地方就提这么一次 所以感觉到好像是脚不烂 脚不透 这些要求在逻辑上要加以梳理 对法律法规的考虑怎么考虑 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法律法规的类型 要求 财务报表审计中 我们考虑的法律法规 是与审计相关的 实际上 多多少少跟财务报表有关的 那不是说所有的法律法规 我们都要考虑 比如这什么刑法啦 什么刑事诉讼法啦 可能不一定考虑 但是像税法必须考虑 因为你 不管是遵循还是违法的 你编表 报表里面就有几个涉税的项目 这是不可能回避的 那其他的像知识产权法 这个如果违反了 可能有罚款 那报表上怎么处理 你是不是处理的 是不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那要审这个事情 得看一看 知识产权法相关规 一定可能的 参考一下 或者依照一下 但是如果没有违反的话 编表是不用考虑这些东西的 更不要说 刑法 那就违反不违反 恐怕审计 涉及不到这些东西吧 是吧 所以他把这个法律法规 这个范围界定界定 然后呢 根据他与报表的关系进缘 也做做分类 然后把相关的审计程序 因为不同类型的 这个法律法规 尤其是与报表 关系更加密切的法律法规 要求的成绩就要延一些 强一些 与报表关系比较远的 可能被动的涉及报表的 或者报表被被动涉及到的 那些法律法规 要求的可能要低一些 对吧 所以要规定的程序 还有一些其他可以参考的程序 所以说法律法规的范围 法律法规的类型 针对法律法规的程序 这个我觉得呢 他还是很有逻辑的 比较清楚的 那但是这一节的重中之重 他的重点 其实是他的第二个部分 就针对不同情形的审计程序 不同什么情形呢 不同的违反法律法规 形形的审计程序 就怎么做到底 它主要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听说 或者注意到一些 被审认为违反法律法规的信息 那只能说是仅限于 道庭图说 我看到了一些 戴执法人员帽子的 大个帽子的人 来到贝斯南回来 也不知道是吃饭的 还是干嘛的 我这瞎说 来来回回穿梭 我觉得可能有点事吧 或者我听说有点事 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然后如果怀疑 存在违反法律行为的话 那就不仅仅是信息了 怀疑它存在违反法律行为 那就这个迹象更加明显了 这时候又怎么做 这就不是想一想 警觉警觉 这恐怕就要 跟各种各样的机构和人员 可能要接触了 还有个层次是 评价违法行为的影响 就是发现你违法行为了 人都判决下来了 或者怎么样 对吧 所以这是板上钉钉了 这时候又怎么办 所以 他这个轻重缓急 还得分得比较清楚的 做事的 分寸的拿捏是比较厉害的 这是一方面 那么 当然第三方面 最后一个方面是 对违反法律行为的构通和报告 这个包括与治理层构通 在审计报告里面报告 向一些机构报告 向机构报告跟舞弊那差不多 由明确的法律法规要求 发现什么情况 必须向什么什么部门报告 那你不报告 你自己触犯法律法规了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律法规 会不报告 通常是不报告的 可能要征求法律意见吧 对吧 好 讲这么些东西 这个应该说 都是点到为止 下面我们就看第一个部分 法律法规的类型与程序 首先是它的范围与分类 违反法律法规是指 被审计单位 治理层 管理层 为被审计单位的工作 就是为被审计单位来工作 或者受其指导的其他人 就是说不管什么人了 是就说 这被审计单位也好 治理层管理层也好 为被审计单位工作的一些人员也好 或者说他指使的一些人员也好 有意无意的违背 除了适用的才报告 编织基础以外的 现行法律法规的行为 现行不用说 可以就是现行 要是已经作废的法律法规 没人在乎的 关键是 不管什么人 对吧 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 违反了 财报告编织基础以外的 法律法规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法律法规的范围 我们所说的法律法规 指的是 财报告编织基础以外的 法律法规 那眼外之一说 财报告编织基础在某些国家 可能也就是法律法规 像在我们国家 企业会的准则 它就是法规啊 但是我说的法律法规 这一节说的法律法规 不是财报告编织基础相关的法律法规 而是除它以外的其他法律法规 本身我们 对财报告这些审计 其实就肩负着财报告的编制 反映猎报 披露等 是不是符合编制基础 是不是符合 在我们国家 编制基础 这个法律法规 是不是符合 这个专业法规的规定 所以本身就是 看它是不是 伪了这个法 或者是不是遵守这个法 我们在这 这一节说的 当然不是这个法 是这个法以外的其他法 这个主义了 这就是它的范围 对吧 这是不管有意还是无意 看的是它的结果 又没这种行为 那么某些行为 是不是违反法律法规 所以这个事情啊 最终只能由法院 和其他实际监管机构 做出判决 是不是违反了 环保法了 知识产权法了 劳动保护法了 什么等等 对吧 环境污染法了 等等 这方面的事情 那有相关的部门 最后不行有法院 来判定 那么 这个是不是违法 说通常超出了 注册外事的专业能力 我不学那些法律法规 所以如果 到底最后会不会 违反法律法规 你可以考虑 征讯法律意见 所以这个方面 如果你没这个能力 不算你注册外事 不具备专业生意能力 但是是不是就不能考虑呢 我们可以考虑啊 我不判决呀 对吧 说某些行为 是不是违反法律法规 说最终是由这些机构 和法院判决 在最终之前 没判决之前 他是不是违反了 我可以征讯法律意见 我可以去考虑考虑啊 因为如果真的可能违反的话 在财报本里面 可能就需要披露了 对吧 不一定非得要判决 说没判决我就不理会 那一些未决诉讼 对吧 这个败诉的可能性 比较大 赔偿金额可以合理预计的话 你不也得在报本里面猎豹吗 也得披露吗 就这意思 所以我们不做最后的判决 但不意味着不能考虑啊 这个得一些提前量 做一些工作 但是如果没这个能力 也不算你 不具备专业生意能力 好 刚才是范围 下面是分类 就一分类就有了轻重缓急了 这审计做事呢 始终都是这样啊 这干活起来 被审认为需要遵属 以下两类 不同的法律法规啊 当然都是财务报告 编程技术以外的法律法规 他把它分成两类 一类 通常对决定财务报告中的 重大金额和披露 有直接影响的法律法规 他点到了 税收和企业年金方面的 法律法规 这就是你违反不违反 你编报表 你都必须遵循 按照这个要求 按照这个法律法规 你编 所以他的地位 其实跟 则报告编的基础 或者在我们国家叫做 企业会计准则 地位其实是一样的 你编表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 难道你不遵循分税法吗 表里面有涉税项目呀 有企业年金相关的项目呀 所以这些 其实跟编制基础 则报告编制基础 是同等地位的 当然他对则报表影响的项目要小一些 范围要小一些 地位是一样的 第二类呢 就是间接的 他对决定报表中的金额 披露没有值得影响 不违反的话 编表并不用考虑 说环保法怎么规定的 没有违反环保法 环保法怎么规定 我编表该怎么编 就是如果遵守了 对吧 这个包括这些法律法规 就是我说的间接的 包括经营许可啦 监管机构常债能力的规定啦 环保要求啦 知识产权要求啦 诸如此类的是吧 就遵守这些法律法规 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啦 持续经营能力啦 或者避免中大额的罚款啦 至关重要 但是违反这些法规 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其实应当反过来说 如果违反这些法律法规 对吧 就可能影响持续经营能力 影响你的经营活动 人家可能关停啦 暂停营业啦 有大额罚款啦 等等 就会影响了 所以违反了会影响报表 不违反并不影响报表 所以他对报表的影响 是被动的 你招他 他就在报表上惩罚你 你不招他就没事 第一类 你招他不招他 你报表就得按他编 第二类 你招了他 你报表得按他编 所以一个是主动 一个是被动 那么接下来 既然对法律法规分了类了 那咱就区别对待了 所以 接下来谈谈对法律法规的责任 程序 首先责任 说清楚 防止被人当委 无优优法律法规 是你管理层 治理层的责任 管理层有责任 对吧 确保在合法的轨道上迷行 治理层有责任 监督管理层的经营活动 是不是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定 所以不管是守法也好 是防止违法也好 这是你管理层 治理层的责任 这不是住者外职的责任 我只是看看 报表会不会涉及到这些责任 比方你出发某某法规了 那得按照某某法规的报表 进行披露呀 那你罪行没罪行 我只是看这个事 我给你的活动是没关系的 所以说得很清楚 住者外职没有责任 防止被人当委 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也不能指望住者外职 发现所有的违反法规行为 我审计的时候 按照我审计准则的要求 做一些工作 有可能会发现一些 但是你别指望我 把责任先谈清楚 然后接下来就是程序 针对第一类法律法规 就是直接影响的法律法规 住者外职的责任是 就被审单位遵守这些法律法规 他的规定 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 就意味着 把第一类法律法规 看作跟财报和编制基础一样 因为获取充分适当审计 就是普通的审计 所以第一类法律法规 跟财报和编制基础一样 该怎么审怎么审 第二类呢 就不一样了 对第二类法律法规 出责任 你看他用词叫仅限于 不是我说的 这是准的就这么说的 仅限于实施下来特定程序 什么叫仅限于 就是除了下来特定程序以外 别的没必要做 就做这些 别的不做 排他的 然后有助于识别 可能对报表产生大影响的 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就是说 我就做这两个程序 然后呢 来识别 可能违反法律法规的一些行为 我就做这两个 做完了就够了 别的不让做 哪两个 第一 向管理层 治理层询问 被人单位是不是遵守了这些法律法规 因为管理层治理层他们就是干这个事 问 第二 检查被人单位与许可证颁发机构和监管机构往来罕见 光问还不行 但是我问 你回答我记录 最后你盖章 签字 但是警寻的肯定不够 还要检查与这两类机构的往来罕见 一类是许可证颁发机构 一类是监管机构 因为如果违反了第二类法律法规 这两类机构 要负责处理 不管违反什么法律法规 重大的话 可能许可证颁发机构要吊销你的执照 包括营业执照也好 这个执照那个执照 对吧 职业许可也好 可能吊销 许可证颁发机构 比方你要开一个餐馆 恐怕是卫生主管部门的批准 当然了 这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也要监督你的行为 想办一个学校 教育部门 主管部门的批准 对吧 然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要监督 所以颁发许可证是一回事 经营过程中的合法性 恐怕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当然包括环保部门 知识产权了 劳动部门等等 那些部门干嘛呢 是不是 都是在建筑 因为如果与这些机构 有往来罕见 就是他们如果违反了法律 相关的法律法律 这些机构会给他们发函 会处理 所以检查这些往来罕见 就够了 所以第一 内部我问问你 管理层治理层 第二 外部我检查这些往来罕见 他有同学说 那他要藏起来 藏起来 他是犯法的 你可别忘了 那比违反审计的一些规定 可能还要延了 跟你讲 所以你可以散谎 但是你每杀一个谎 你的罪责加一分 你不能指望住在外室 调查 他是不是污染了环境 是不是非法拘禁员工 等等 这不可能 有那方面的部门 对吧 一方面当然是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但另一方面说 每一方面的兴亡 每一方面他有主管部门 对吧 那你要管别的部门的事 难道那么审计的事情 是不是别的部门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也可以审一审 怕你审不好 各司其责就行了 各司其职就行了 对吧 好 就做这两个 别的不做 这个记住了 那个是该怎么做怎么做 第一类 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 这个就做这两个 够了 明显不一样吧 好 下面看一个真题 下面有关注册外室 在执行财务报表审计时 对法律法规考虑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我们看A选项 如果怀疑被难为存在 违反法规行为 除非法律法规禁止 那么注册外室 应当进入此事项 与适当层级的 治理层管理层进行讨论 那怀疑存在 违反法规行为了 讨论讨论 问一问 不算过分吧 当然这个还没讲到 关键是看看B 针对通常 这个决定财务报表 重大金额披露 直接影响的法律法规 注意那是第一类 法律法规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是什么呢 获取充分适当 审计证据 你别忘了 对吧 去被难为遵循这些法律法规 获取充分适当 审计证据 他这说成什么了 他说他的责任是 实施特定程序 错了 特定程序 只存在两类程序 你这张官理在了 他说实施特定是你程序 你识别可能对财务报表 传生 重大影响的 这些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错了 不是特定程序 就错在这了 对吧 那么C选项呢 说如果识别出 或者怀疑存在 违反法规行为 这个应当考虑是不是有责任 向被难为以外的 是当机构报告 当然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说了好多遍了 如果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 遇到什么情况 需要向什么机关报告 那我没报告 我相当于同流合物了 这在后面 在第二部分会讲 第三部分等等 都会说到这些东西 第一选项说 诸德国人没有责任防止 被难为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也不能指望其发现 所有的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这是刚刚讲过的 四个选项里面 有两个选项 是刚刚讲过的 好 这个我把刚才的 对两类法律法规 对吧 那个责任 又这个链接了一下 大家往前翻了 好 第三层次 对法律法规 可能实施的其他程序 什么叫其他程序呢 那正宗程序是什么呢 正宗程序就是 刚才说的 对于第一类 你要获取充分适当审计证据 第二类 要实施两种特定程序 一个是询问 另外检查那个往来罕见 那叫正宗程序 正规部队 那么其他的话呢 地方游戏队的 对吧 该接住的也接住呗 所以除了那个以外 还可能实施的 其他程序 可能实施 也可能不实施 但是上面的是 必须实施的 好 可能实施哪些呢 阅读会议纪要 阅读会议纪要 跟这些 违反法律法会有关系吗 有呀 比如说有诉讼 人家某某方面 起诉你 欺诈也好 怎么也好 有诉讼 或者有这个 监管部门的通报 对吧 或者通告 或者处罚 那么重大事项 董事会 治理层要开会 决定这个对策 是不是 所以会议纪要上 对这些事情 可能会有记录 第二 像被人难为的管理层 内部和外部的 法律部门 询问诉讼索赔 以及评估情况 会议纪要是内部的 对吧 这个还有一些 吃饭的法律法会 可能跟诉讼有关系啊 对吧 所以索赔有关系啊 查查这方面的一些 一些稳健 第三 对某类交易 账户有个披露 实施细节测试 也能发现 它可能有欺诈了 有其他违反法会 所以这些呢 就让我们 见机行事 能借助的尽量借助 但是 你不要以为 它不重要就不考试 它也许考一下 可能实施的其他程序 你可别把那正规的 大部队的程序 给选上了 那不是可能的 那是必须的 好 这是第一部分 下面我们进入 第二节的第二大部分 识别出 或者怀疑存在 再违反法会行为的 审计程序 所以这里边包括 怀疑存在的 并没有确认 对吧 然后也包括识别出的 那就相当于板上钉钉的 但是怀疑存在呢 道庭图说呢 它是识别出了 这个程序 应当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部分呢 是分了三个层次 一个层次就是 注意到有关的 违反法会行为相关的信息 一个是怀疑存在 违反法会行为 还有个相当于是 针对识别出的 违反法会行为的影响 所以到底是 刚刚听说了一些 还是注意到一些行为 还是已经认定 它是违反法会行为了 这个呢 做法不一样 所以它分三层次 但是有的时候考试 可能也不区分三层次 它就问你 这个如果识别出 或怀疑存在 违反法会行为 那么下列 这个做法中 这个比方说 恰当的有 或者错误的有 那也 其实都包括 三层次都包括在里面了 有的题可能问的就是 如果注意到 与违反法会行为 相关的信息 那你就不要选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的程序 对吧 所以要注意 层次分清楚 还要注意考试题 是不分层次的 出了一个题 还是分层次出了一个题 这一节 它的考评达到60% 这一个部分 就达到40% 好 下面我们分层次说 再次提醒大家 考试时 有些题是不分层次的 就一不脑而问的 你也就不要分层次了 所以一定要看题目里面怎么问 好 第一层次是 关注到 与识别处 或者怀疑存在的 违反法会行为 相关的信息的审计程序 好 关注到一些 信息时的法律程序 这是关注到一些 信息时的审计程序 关注到什么信息 可能是 与识别处的 违反法会行为 相关的信息 或者是 与怀疑存在的 违反法会行为 相关的信息 所以违反法会行为 到底是怀疑存在呢 还是识别处了 我这儿呢 是注意到一些信息 并没有缺导的证据 所以这个标题 就理解不清楚 到底哪一句话 哪个词是重音 信息才是重音 信息才是重点 就注意到一些信息 不管这信息 是跟 已识别处的 违反法会行为 板上钉钉的 违反法会行为 相关 还是与 怀疑存在的 违反法会行为相关 但是 我 只是拿到了一些信息 那你肯定要 扩展你的证据 这个信息肯定不够嘛 要不信息要 这个 趣味存真 对吧 要筛选 是吧 好 那么审计 我不是说了吗 他是个 可以说是个 强迫症患者一样 是做事特别认真的 那什么叫信息 什么信息才是 注意到的 与识别处 或者怀疑存在的 违反法会行为 相关的信息 或者简单的说 什么信息才是 相关的信息呢 他列了十一种 准则规定的 这些就是相关的 可能相关的 那这列的这来 带了个可能 说那我不理他行不行 不理你就错了 因为准则认为 这都是相关信息 结果你看到相关信息 你都没理会 没采取行动 那你就违反诊责了 我没列的 你可能做 可能没做 也许是 你是符合职业判的 也许不符合 但是我列了 你没有理 是不行的 所以至少 这十一个方面 注意到的话 你就要 该采取什么行为 采取什么行为 采取什么行动 做什么程序 接着会讲 关键先把这 什么叫相关信息 搞清楚 这以前考过 也出个题 第一类信息 受到监管机构 政府部门的调查 或者支付罚款 或者受到处罚 我注意到 这方面的信息了 不是我看到 你罚款了 听说 你要被罚 这个意思 因为它是 现在信息的一方面 说到监管机构 政府部门 这是惹不起的部门 权威部门 对吧 这些部门 不会说是 随随便要罚你的 估计应当是 有违反法规行为了吧 对吧 所以注意到 这方面的信息 第二 注意到 这被审单位 像未指名的服务付款 付款付的不明不白 没准是行贿去了呢 或者像顾问 官籁方 员工 政府 这个 雇员 政府的员工 提供贷款 你这是个企业 是个公司 当然 除非你是银行 那另外一回事 一般的被审单位 向个人贷款 那往往是有事的 对吧 第三点 与被审单位 或者所处行业 正常支付水平 或者实际收到的服务相比 支付了过多的销售用金 或者代理费用 就是我说的 可能是洗钱 或者是贿赂 都有可能 这个 这些费用或者用金 在这个行业里面 通常是多少多少 大概有定的比例吧 你这比例过高 或者接受某种服务 提供某某咨询也好 一般可能就是10万元 20万元 这个样子 结果这可能提供了500万 600万 对吧 这是一种迹象 也许一查一查 可能是正常的 但这是迹象 这是信息 第四点 采购价格显著的高于 或者显著的低于 市场价格 脱离市场价格 这个采购方面 不是还有个许名价吗 对吧 就在单价定价方面 可能就实际上是一个 舞弊的一个机会 可以说 那这个价格显著的高 显著的低 不符合行情 就是借助这个机会 借助这个业务 可能支付某种不当的款项 可能触犯法律法规 第五点 异常的现金支付 不该用现金 用现金了 大额的用现金了 以银行本票 向持票人付款的 这种方式采购 第六点 宇南在避税天堂注册的公司 存在异常教育 避税天堂注册的公司 实际上 就给 这个与他往来的公司 舞弊 或者违反法律法规 提供了机会 说实话 而且他存在异常教育 第七 向货物或者服务原产地以外的 国家或地区付款 这个付款付给谁 并不是货物产地的 像其他地方 可能就是洗钱了 也许 第八 在没有适当的交易控制 激怒的情况下付款 付款通常都是 要经过批准了 什么等等 这地方呢 没有 就做了比交易 没人管 然后就付款了 那就是一个幌子 对吧 那些交易就是幌子 第九 现有的信息系统 不能提供适当的审计轨迹 或者充分的证据 查不清 这个也可能原因呢 可能是因为信息系统设计的问题 或者突发性的故障 总之 查不清 哎呀 我举个例子吧 这个 也不用举例子了 大家都可能都知道 这个某某地方 这个 可能有个 违法事项 斗殴啦 或者打人啦 或者之类的 是吧 那就掉监控吧 嘿 真好就那一小时监控 没了 对吧 不就这意思吗 这个 再举个例子 像家校考试 对吧 这个都是电子考试 听说 我可以设想吧 不要当真 设想 这个某人 过不去 考了好几次都过不去 然后呢 就给教练 给了一些 什么什么 然后教练又给 谁谁谁 又给了一些什么什么 然后这人就能过 怎么过呢 考试现场 对吧 突然 该他考的之后 刚驾上车 刚坐上车 停电了 所有的电子考试 对吧 在这人正在考的时候 停电了 那怎么办呢 上来 对吧 人来考呀 对吧 好了考完了 也不知道过没过 也没说 因为谁也看不出来 因为这又不是电子的 也没有什么信息 显示出来 报警之类的 没有 等他下了 另外一个上来 电又恢复了 好了 就这个 要长那段 正好就那段没电了 对吧 第十呢 是交易未经受权 或者记录不当 这个 不就是 偷偷摸摸做的交易吗 对吧 还有负面的媒体评论 审计上是有这个的 可没说是 不信谣不传谣 这是 铺天盖地的媒体 都在依论你的 被审单位的某某事情 那么注册会是 必须重视这件事情 必须重视 对吧 要采取行动 好 所以注意到相关信息 要实施一些程序 什么叫相关信息 列了十一个方面 那注意到相关信息 实施什么程序呀 他就告诉你了 如果注意到 或者关注到 与识别出上述信息的话 那么应当 做下面的 两件事 第一 你要了解一下 你别置之不理啊 注意到那些 我们登基在册的 那些信息了 你要了解 违反法会行为的性质 及其发生的环境 这可能是违反什么法了 什么情况下 对吧 性质严重不严重 会受到什么处罚 第二 你要你手里边 只是有些信息 那是不够的 要获取进一步的信息 评价对财务报表 可能产生影响 注意 不是个人前途 什么坐牢 不是这样的 是对财务报表 可能产生影响 这就叫三句话 不离北行 它是审报表的 所以第二句话 就回到报表上来了 对财务报表 可能产生影响 所以下面一律 就跟报表有关系 例如第一 识别出来的或怀疑存在的违反法规行为 对报表产生的潜在的财务后果 包括是罚款呢 还是处分呢 是赔偿呢 封存财产呀 强制停业啦 送送啦 这些不管是哪一个 至少是要披露吧 对吧 第二 潜在的财务 这个后果要不要披露 财务后果要不要披露 第三 潜在的财务后果 是不是非常严重 那严重不严重 对披露的 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是不是严重到对报表的 供与反应产生怀疑 或者导致报表产生误导 到这个情况下 那可能就构成对报表的 重大挫暴了呗 是不是啊 所以会有什么处罚 是不是披露 这个然后是不是严重 就扩大你的信息 进一步澄清 违反法规行为 那些后果 好 这是第一层 注意到相关信息的程序 什么叫相关信息 是一条 什么程序 有两条 那么第二层次 不是注意到相关信息了 是怀疑 不能那么存在 违反法规行为的 审计程序 我那些信息 我进行进一步的收集信息 进一步的扩充 我就怀疑它存在 违反法规行为了 这个性质要严重一些了 对吧 好 那么第一点 除非法律法规禁止 否则住在关系应当就此呢 与适当层级的管理层 治理层进行讨论 因为它只是怀疑 并不是注意到违反法规行为 是怀疑 所以要进行讨论 问问 对吧 调查清楚呗 为什么跟 关系层治理层讨论 因为他们 可能能够提供额外的 审计证据 为什么他们能够提供额外的 审计证据 因为他们是当事人啊 谁违反法规了 不就他们这公司吗 他们不就负责 对吧 这个 防止违反法规行为吗 或者违反法规行为 不就在他们 发生在他们身上吗 所以问问当事人啊 对吧 调查一下吗 第二 如果管理层 治理层 不能相助的 外来提供 充分之道信息 我首先问他们 因为他们当事人 那问他们不行 那我问他们的 法律顾问吧 如果他们不能提供 受到信息 证明他们 尊锁了法律 那可以考虑 被审认为内部外部的法律顾问 咨询 不管内部外部 就是他的法律顾问 不分内外 他不说 他说不出来 或者他说他不懂 你找我律师 好了 那我就找他的法律顾问 咨询有关法律 在具体情况下的 适用性 这可能触犯了 什么法律 法律 怎么个处罚 包括有没有舞弊 以及对报表的影响 问问他们的法律顾问 如果他们的法律顾问 也不行 那可能要考虑 问我们自己的法律顾问了 所以如果认为 被审认为难为的法律顾问 我们向他咨询 不是适当的 或者他不能提供满意的 这个信息 注册会计师 也许认为 不是强迫的 不是强制的 也许认为 在遵循保密的这个基础上 像他所在的 事务所的其他人员 包括事务所的网络所 因为网络所 本身可能就是法律实体 或者职业团集 或者注册会计师的 法律顾问来咨询 被审认为 我获得这些信息 是不是涉嫌 涉及的违反法规性 也包括舞弊 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 是什么样的 以及注册会计 可能采取的进一步行动 等等 所以先问 管理层治理层 不行 我再找他们的法律顾问 不管内还是外 这个再不行 可以考虑 向本阵营的一些 法律人士 法律专家去咨询 这个好像 说了半天都没说到点子上 因为到底是不是违法了 你这 除非你问法院 法院那没判决 也不能告诉你 对吧 所以这个 也就只能是旁桥侧击了 实际上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发现它是左问右问 如果注意到相关信息的话 是左想右想 这地方是左跑右颠 左边右问 那地方是动脑子 这地方是动嘴 到处问 是不是 所以还是不一样的 第三层次 评价识别出的 或者怀疑存在的 违反法规行为的影响 这个评价识别出的 或者怀疑存在的 就是 事实更加明朗 他始终不说 对吧 已经 板上钉钉的 这是我的用语 始终不说 板上钉钉的违反法规行为 因为是不是违反法规 我们说了 要由法院来判决 对吧 所以 他是在判决之前做的事情 所以始终呢 是识别出的 或者怀疑存在的 总之 这个话上有点不确定性 因为毕竟没判决 这个 到底是不是 诸财怪事也没这权力 也可能超出他的能力 但是 应当说 违反法规行为 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明朗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诸财怪事应当评价 违反法规行为 对审计其他方面 可能产生的影响 包括对风险评估 和书面声明可靠性的影响 一提到 水面声明可靠性 就是 诸财怪事怕了 我可能要给你解约的 我惹不起你 我躲着你 对吧 当然 轻的话 是对风险评估 这个原来认为 这方面的风险比较低的 那要调高 一调高 整个提高 程序的力度 诸财怪事识别出的 或者怀疑存在的 特定违反法规行为的影响 我不是要评价这个影响吗 对吧 这个影响到底是大还是小 好还是坏 没有好的 这高还是低 是不是 说取决于该行为的实施和隐瞒 与具体控制活动之间的关系 这是取决于第一个方面 就影响大还是小 与控制活动之间的关系 它是怎么突破控制的 公司应当有一些相关的内部控制 怎么突破的 是领驾了对吧 内控失控了 还是内控就没涉及到 怎么突破的 有意的领驾控制上 那恐怕不是一次两次了 恐怕是违反法规行为伴随着武力的实际上 他是说这个 这种活动 常会控制 就控制不了 好 还有一个取决于的是 以及牵扯的管理人员 或者个人 他的级别高低 换句话说 违反法规行为 越是高级别的人员违反 那越严重 对吧 这个管理层一违反 可能就是非常大的 要员工违反的话 可能小打小闹 要是治理层都违反 那整个就是一贼窝子 可以说 所以越是高层级的违反 那么后果越严重 违反法规行为的性质越严重 所以涉及的人员级别 尤其是最高权力机构 牵扯其中所产生的影响 那就一黑一黑一片 可以说 好 在某些情况下 当管理层或治理层没有采取 朱特会认为 适当的补救措施 大家注意 这在舞弊里面也说过 这地方是违法 违法 有可能是 某种特殊情况导致的 但是 如果你对违法 毫不在意 是法的法规 为透明 为无误 就跟某些人 现在抖音 经常 也不知道是断 但是真的 有些可能是真的 就是某些人逆行 对吧 结果比人家 不逆行的人还 正正有词 我逆行 是我逆行的 我逆行是为了让交通更畅通 那你也是逆行 他就觉得他的逆行 简直就是 比那个守法的人还要 你们简直就是 简直就是不同人性 没法沟通 跟你讲 所以他对逆行 对于这个违反交通法 毫不在意 跟你讲 怎么沟通 只好有法律法规 有警察处理他了 所以如果他没有采取 适当的补救措施 或者识别处理 或者怀疑存在的 违反法规行为 导致对管理层 治理层诚信 产生怀疑 即使对报表不重要 那么除此外事 可能在法律法规 允许情况下 解除业务约定 我没法跟他打交道 不跟他沟通了 不要跟不讲理的人讲理 他不是不懂理 他就是胡搅蛮缠 你说到哪句 他也不认可 他听懂了 他也不认可 所以这时候就离开他了 你说注册外人 这个做法 跟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情况 不是一样的 是不是 不要跟不讲理的人去讲理 不要跟他同有何物 离开他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真题 这是个多选题 如果法律法规允许 那么项链情形中 可能导致注册外人 解除业务约定的有 这在5B部分也有 在18章 关于如果不能获取 顺便声明或者等等 或者是其他情形 也涉及到解除业务约定 或者说审计范围 受到广泛限制 19章也会讲到这些东西 好 这是一个涉及很多章的一个题 看A选项 如果注册外人 凡是与智力层之间双向构通不充分 并且这种情况得不到解决 沟通不充分 得不到解决 那么有些 凡是与智力层之间 构通的 对吧 这个都是一些大事大非 所以大事大非也就不了 这有可能解除业务约定 这是可能导致的 有这题说的是可能 这个题有些朋友说 我这个怎么没见过这东西 14章才讲 14章讲审计构通 确实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题放的14章可能更好 但是那样的话 这地方没提了 好 这A呢 先提前消费一下 我告诉你这14章要讲的 B 管理层对审计范围施加限制 注册会计认为这些限制可能导致的财务表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 这是19章会讲的 到这个份上 首先考虑解约 解不了约 才真的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反正我觉得你的限制太大了 可能导致我无法表示意见 我先不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 先解约 解不了再发表 这样 所以这是可能导致解约的 C 注册会计师发现 有舞弊导致的重大挫暴 对其继续执行业务的能力产生怀疑 这是我们这一章上一节刚讲过的 确实导致解约 有可能 第一 才是这个地方的 广力层和治理层没有对违反法规行为 采取适当的补经措施 就是我说的 做事没底线 犯法了 受惩罚 受处罚 然后改过了就可以了 但是他理都不理会 毫不在意 做事没底线 这个 当然要解约了 对吧 很可能导致解约 好 所以 这个题实际上 你说说涉及的多少 涉及的至少三个章吧 A选项 第14章 B选项 19章 CD呢 可以说都是本章的 这是涉及多章的这种题 有些提前消费的我也解释了 对吧 好 这个 第二部分呢 就介绍到这儿 下面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对识别处的 或者怀疑存在的 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沟通和报告 这个名词非常长 不注意的话 好像不知道他在要讲什么 其实重点落在 沟通和报告 第二部分主要是 审计程序 什么情况怎么审 怎么做 对吧 现在是审完了 我已经识别出了 或者怀疑存在 这种法规行为 但是不能定 因为他可能还要经过审议 判决 对吧 正在处于 这个法院取证了 这种过程中 对吧 所以不是说 你所看到的非黑即白 有的时候可能 还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相当于 我该做的做完了 下面是如何 与治理层构通 如何要不要向 外部的监管机构 构通 以及如何在 审计报告里面反映 不是怎么审的问题 这个首先 说说与治理层的构通 对违反法律法规 与治理层构通 是理所应当的 因为治理层 本来就在监督管理层 除了策报告的过程 而且监督管理层的 一些经营行为 是不是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是不是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本来治理层就在监督这个事 所以找治理层构通就对了 那么好 下面是总体要求 说首先呢 注册官司应当与治理层构通 关注到的 今年我给大家讲过 普遍把注意改为关注 关注到的违反法律法规的事项 所以一定要与治理层构通 关注到的违反法律法规的事项 但是治理层不是管理层 照治理层 不是所有的事都能长得 就是毕竟层级高 所以不必沟通明显不重要的 那管理层的话 重要不重要 违反法规行为都一定要沟通一下 实际上在舞弊部分也是这样 这个管理层的话 不管重要不重要 那么都要跟管理层构通 不必的事 发现了就要沟通 对于治理层是三类人才沟通 当然如果是三类人里面的 管理层舞弊 那就更厉害 还要跟治理层讨论实际程序的事 总之找治理层 不是所有的事都找的 找管理层是大小都要找 我说的是舞弊 违反法规 那这地方找治理层 就有一个台阶 虽然一句话说的很满 应当有治理层构通 注意到的 关注到的 违反法律法规的事项 但是马上我回收了点 不必沟通明显不重要的 你就注意了 那考试可能说 说治理层应当 与治理层构通 注意到的 或者关注到的 所有的违反法规的事项 那错了 因为明显不重要的 并没有必要 或者达不到 应当与治理层构通的程度 这个构通 通常采用书面形式 这个构通的形式 是像一章 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这个与治理层构通的形式 十四章第一节不就讲 与治理层构通吗 当然 这地方 这也构通 那也构通 十四章专门讲与治理层的构通 那里面也有专门的一个 地方讲 构通的形式 就是书面还是口头 其实也不是书面口头吧 就是不是书面 对于治理层构通 有两件事 是必须书面的 一个是 注意到的 内部控制缺陷 就值得关注的缺陷 另外一个是 注册坏师的独立性 就上市公司审计中 注册坏师的独立性 这两个是必须书面沟通 其他的 并没有强制规定 但可能有倾向性 你看这地方 就没有说 与治理层构通 违反法规行为 一定是书面 但说的是通常书面 虽然不是规定 但通常都是书面 它不是强制的 好 另外把沟通每件副本 作为工作提告 这件事 你在像一章第一节 与治理层构通中 还会讲到 比这地方戏多了 其实能不能把 构通每件副本 作为工作提告 要能作为工作提告 那副本是真正的副本 副本不是胡说八道 如果注册坏师 与治理层进行构通 对方那儿呢 有会议纪要 有专门做记录 最后呢 有个构通每件 那么让注册坏师 一看 完全不是双方 构通的内容 完全可能就是 被水难为治理层 那儿提前准备好一份 构通每件 让注册坏师签字 然后你作为 我们构通的副本 那肯定不能签的呀 所以实际上 作为注册坏师 这么谨慎 不可能说 你弄一个副本 我就把副本 作为工作提告 不可能的 工作提告 是我自己登记的 我得统一你的内容 才可以 对吧 所以这下一章 应该对副本呢 进行一些阅读 看看是不是 符合相关情况 这地方还有一种陷阱 就是应该是 把构通每件 副本作为工作提告 而不是构通每件的正本 正本人家不可能给你 对吧 关于把构通每件 作为工作提告 这个事儿 至少在我们考试中 是出过两次题 这个答案都说都错了 应该是把副本 作为工作提告 所以注意是不本 对吧 好 如果是采用口头 因为通常书面 有可能采用口头 如果真的是采用口头方式 但是那应当形成 沟通记录 并作为工作提告 加以保存 那大家注意 有人说了 书面是有个书面形式的 不用说了 口头也是形成书面记录 不也是书面形式吗 不是的 书面那是一个稳件 是一个稳件 是正规的沟通 是一个稳件 该有公章 审批了 等等 对吧 沟通的记录 那只是一个会议记录 这个沟通的 口头沟通 形成记录 其实从理论上来说 它仍然属于口头证据 根本到不了书面这个程度上 所以那差得很远了 把口头 沟通记录下来 不要以为那就是个书面形式 不是的 好 接下来 我们刚才说 与智力神沟通的话 就是不必沟通 明显不重要的 是不是 明显不重要的 就算了 那这情节严重 对吧 那不光是要沟通 而且沟通 要上一个层级 所以下面看 如果违反法规行为 是故意的和重大的 那一旦尽快与智力神沟通 不光要沟通 而且尽快 就是不能耽搁 它会考尽快两个字 就是说 它可能拖延了一段时间 你得看出不是尽快 所以你得知道 这地方不光要沟通 而且要尽快沟通 所以现在 把这几个层次注意一下 明显不重要的 不必沟通 没有说就不能沟通 我沟通重大的时候 我说了一个明显不重要的 我错嘛 也不算错 但是没必要 并不强制要求 对吧 然后呢 如果不是明显不重要的 那就应当要与智力神沟通 但如果是情节严重 那不光要应当沟通 而且应当尽快沟通 注意这个用词的级别 好 如果怀疑违反法规行为 涉及管理层 或者涉及治理层 那应当像审计委员会 或监视会 或者更高层级的极度沟通 总之 这沟通 如果咱们 说个不严肃的话 叫告状的话 那告状一定要向 那个更高层级告状 是吧 好 不能叫告状 就是沟通 要向更高层级沟通 才有效 对吧 如果不存在更高层级 换句话 就更高层级 在涉嫌 违反反规行为 或者我认为 这个 这所谓的更高层级 不会对沟通 对通报 做出什么反应 我告诉他 他也没用 我以前有过这种经历 假如说 或者 朱特外师 不知道谁是更高层级的 对吧 不知道向谁汇报 那么 应当考虑 要不要向外部的 监管机构报告 或者征讯 法律意见 可以征讯 法律意见 也可能向外部的 监管机构 这个到底向 哪个监管机构 哪个机构管这个 可能也是超出了 这些话 也是专业知识的范围 也许你可以征讯 法律意见 有没有什么规定 让我必须沟通的 对吧 好 这是关于 向治理层沟通的事情 这个最后说到了 沟通的层级要高一些 如果是最高层级 或者我不知道 或者我最高层级 给你沟通 也没用 我可能 征讯法律意见以后 咨询律师 等等意见以后 可能向外部去报告 那么接下来是 在审计报告里面 进行反应 这其实也是一种沟通 不过在审计报告里面 沟通 就是跟审计报告的 使用者沟通了 就不是有治理层了 应当说很多使用者 并不是不是那么的 管理层和治理层 那实际上向外公布了 实际上 那向外公布 应当是有些情形 像是正儿八九 那审计报告 本来里面就要反映 一些情况 你像第一个 考虑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我是审报表的 那报表里面 不会有重大册报 那当然 你又不更正 不调整 那我就通过审计报告 我来一个保留啦 否定啦 什么等等 对社会来沟通这件事情 所以考虑对财务报告影响 如果认为识别出的 或者怀疑存在的 违反法规行为 对财务报告 具有重大影响 注意你把那个识别出的 或者怀疑存在的 违反法规行为 就看着违反法规行为 因为他审计部 这是个法规嘛 他总是要带一些定义 对吧 总要让自己的 这个表述在任何情况下 都经得起律师的 这个挑刺可以说 对吧 就如果你认为 这个违反法规行为 对审计报有重大影响 怎么有重大影响 可能就是要处罚啦 涉及了一些重大的罚款 你又不反应 也不披露 那肯定不行 所以如果有重大影响 你得在报表中 恰当反应 该计题预计负债的 对吧 确认营业外支出的 或者是应当披露的 你得该确认确认 该计题计题 该披露披露 那如果你在报表中 没有得到恰当反应 那就是报表存在 重大错报了 那就是保留和否定一件 因为只要是重大错报 最低是保留 如果不光重大 而且比重大还重大 那个名词叫什么 叫重大且广泛的错报 那就否定一件了 所以只要重大以上 至少是保留 弄不好是个否定 这是错报方面的事情 这是非常常规的一种反应 审计报告里面 本来就是要反应这种事情 另外 考虑审计范围受限的影响 因为这个违反法律法规 可能涉及到 其他的专业或者行业 或者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比方说涉嫌污染环境 环保部门正在取证 对吧 那你要像环保部门许媚也好 怎么样 环保部门说我们正在取证 无可奉告 对吧 或者干脆是管了一层去阻挠 你不让你接触这些 你认为必要的一些人员 那不就审计范围受限了 是吧 所以如果这个受限 看看怎么受限 使管了一层支了一层阻挠 那就严重了 审你的你得配合我 你还走脑 那就保留无法表示一件 不跟你客气 直接在报表里面 在报告里面跟你说出去 如果是其他方面限制 什么叫其他方面 就不是管了层 治理层的限制 而是你 可能调查 涉及到其他相关政府部门 人家政府部门说 现在对吧 我们也有规定啊 没法告诉你啊 无可奉告啊 那就不是管了层 治理层限制 就在取证过程中啊 是不是啊 所以如果是不是 管了层 治理层的限制的话 那就评价这一起范 对审计意见影响 那也许会影响审计意见 比如保留 无法表示 也许就不会影响 这个轻重 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管了层 治理层 你请我来审你的 你有阻挠我 对吧 保留无法表示 不客气 其他方面的客观环境 限制 或者其他方面限制 那也许会影响 审计报告 也许不影响 那要看情况了 所以不一样了吧 好 接下来 向外部适当机构报告 识别出的 或者怀疑存在的 违反法律律法律的行为 向外部的机构报告 如果识别出 或者怀疑存在 违反法律行为 这种问题应当考虑 是不是有责任 向外部监管机构 执法机构 等相关机构报告 注意了 他考虑有没有责任 就是有没有法律规定 我什么情况 必须报告 如果有这个规定 那就有这个责任了 有这个责任就要报告 我不报告 我自己也违反法律了 如果没有这个规定 那就另当别人了 所以跟吴宾那儿一样 对外的报告 对被男人以外的报告 对吧 像相关部门的报告 是被动的 有责任报告 那我不能不报告 如果没有这个责任 有可能我就不报告 当然也可能吧 也可能咨询法律意见 对吧 不是那么主动的 注册会是考虑是否报告 要不要到外部机构报告 是经用注册会审计 发现和确定的 严重的违反法律 到了严重的程度 才对外 什么叫严重 是只有重大法律后果 或者涉及到社会的公众利益 社会公众利益 你这个污染环境 比方说 你把这个有毒有害的废水 你排到江河湖泊里面去了 而这江河湖泊不是一滩死水 它正好是某某城市的 引用水源 你想想 后果严重不严重 这个情况 那就得报告 对吧 严重 涉及到社会公众的利益 或者有重大法律后果 这个停业了 等等这方面的重大的事情 对吧 如果无法确定 有没有 是不是有相关的法律 法律要求 像被审单位之外的 适当的机构报告 发现的这种 违法法律行为的话 或者无法确定 某项违法律行为 是不是应该 向外部的机构报告 那么 注册会计师 应当可以考虑到 征讯相关法律意见 这地方不停地提到 征讯相关法律意见 所以 有一种 这个岗位 或者一种空种吧 就是懂得 注册会计师专业的 律师 最好既是 注册会计师 又是律师 那么 事务所 是离不开的 所以 征讯相关法律意见 以了解 注册会计师的 可能选择 所以 说到这来 有可能 能感受到吧 如果本身是 法律专业毕业的同学 又考过 注册会计师 你说在事务所 像不像 那非常像啊 离不开啊 可以考虑相关法律法规 了解 注册会可能选择 以及采取的 任何特定 行动的 职业 以及法律后果 职业后果 法律后果 所以 有规定 按规定来 没有规定 或者你不知道 有没有别的规定 或者有规定 到底怎么做 找哪个部门等等 如果搞不清 那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相关法律顾问 所以向外报告 还是比较谨慎的 对吧 那么好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讲到这了 虽然说考分呢 不是那么高 就是这个第二级啊 考分不是那么高 但是 确确实实 涉及到一些大是大非 有些道理 有些原则 有些界限 我们弄不明白 实际上对于理解 整个我们这个行业 对吧 其实很有用 对考试呢 其实当然也是有用的 好 那么13章呢 就给同学们介绍完了 谢谢同学们